《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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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整個劇 是維繫著香港的故事來講的 所以差不多我們 其實每一段都很有特色的 它基本上是一個 回憶回香港經歷的一段歷史 還有很多故事和人物 是很鮮活的 就像我們生活在身邊的人物 所以舞蹈的方式是可以全程的 可以將那個情感表達出來 所以我想這次 很多段是以前的一些回憶 還有最後一段其實是 為了本次的節目 是穿援新編的《東方之珠》 我打算做一個全新的創作 都是圍繞香港 就是《東方之珠》那種 《東方之珠》那種 《東感之刀》那樣的形式 表達出來 通過舞蹈 其實每一次排練 那個時間都不是很足夠的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 因為我有時都 怎麼說 是沒有時間 可能沒有一個演員 都可以在那個時間來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需要代替著那個人的位置去排 所以在排舞當中的確是 時間那裡是有少少問題的 是的 還有我們很多角色的演員 又是比較忙的 因為我們整個劇 其實都是一個 個個團隊 一個配合的 有幾百人 所以在那個演員配合當中 其實在每一次排練當中 的確是有少少 我們叫做 遇到一些困難也好 或者是很難排的過程都有的 就是技術上的 是的 不過我想其實我們大家 好處就是 每一次一來 其實演員都很投入 所以其實在舞聯當中 真的有一種我們叫做 舞聯精神 所以大家其實都盡量去 每一次來都盡量排得最好 其實我自己來說都很期待 希望整個舞蹈 詩舞劇 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在香港在這個時候做 很有意義